大家好我是九龍 近期在追看暗黑茄子 末日從惡夢開始 該小說目前仍在連載 迄今約263萬字 整體題材大致柔和立本漫畫 作術迴戰 及類似我國太歲 聊哉之意等民俗信仰小說 雖說鬼話但內容不恐怖 對九龍來說適合胃口的作品 推薦給對類似題材有興趣人 儘管九龍依稀記得暗黑茄子早年創造出 無限題材暗影街 雖然看得開心 但後續結尾個人不滿意 於是久久沒在追看過他的書 不過本次因緣機會下套到本書 無論是整體節奏 或以打發時間來說 都上主佳作 其故事大崗維 遊戲工作室老闆 林默天生相較他人缺少恐懼情感 他本人亦是通關恐怖遊戲相關論壇的大佬 而在某天黑夜降臨以後 其生活開始產生變化 鄰近的綠院小區莫名發生 多起離起死亡案件 只是這樣那也就罷了 偏偏後續 林默被波及進入夢魘世界 而這只是故事的開端 國家定調該事件很嚴峻 普通人遭遇感染源後 若輕易入睡 將導致死亡 或許是林默天生缺少的恐懼情感 亦或使他通關恐怖遊戲的經驗 幫助了他 他成功從自己入睡後的 噩夢中醒來 耳後故事就此展開 以上 推薦給若近期感到疏慌 而沒看過本書的你 另外若喜歡本次影片 並不排斥這頻道類型比較多元 歡迎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鼓勵我製作更多類似影片 球龍仔什麼 我們下期再會